很快的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里面当然包含 我那个懒人包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包括什么 包括就是两个目录 我是把那个SDK 跟它的开发环境 IDE的开发环境分开来 那只是说特别注意 Android SDK里面 它会有一个AVD Manager 当然你可以独立的 如果模拟器你要从这边开 你也可以从这边开 那开的时候呢 记得就是用那个 就是用X86的啦 我比较建议 如果你用这个把它点两下 它开起来的话 会是像这样子AVD Manager 实际上这个开起来就是它 那预设里面是没有的 那我是建议 你可以模拟器部分呢 大概就给它一个4.03好了 你不要用太新的版本 不然跑得非常久 OK越新的版本越久 然后当然功能越强大 不过可能 除非说你的电脑是什么 i7以上的版本 不然我觉得跑个4.03大概就够了 不然会跑非常久 另外的话 它Device 我建议不用太大 太大的话 那个解析度很大 光会挡到你的开发的画面 那我建议是用那个什么 3.2寸的这个 特别注意 因为之前那个班长的那个 是因为选了这一个 有一个slider 它会变成水平的 所以我比较建议是选这一个 QVGA这一个 因为这个就比较不会问题 选这一个 那可能是它跟那个VGA搞混了 这个是HVGA 上面不要选HVGA 然后RAM的这个地方选那个X86的 不过前提是什么 你一定要先去灌那个X86的加速的driver 另外你的电脑本身也要是Intel的 而且要是可能比较高阶的 不见得说每一台电脑都可以跑X86模式 那你没有跑X86跟跑那个X86 其实速度其实差蛮多的 如果你们有实际上 那没办法的话 你就是AMD和CPU的话 那你可能就只能用AR 不过我不确定 因为每一台电脑的执行速度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会跑得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如果你用AR的话 那如果是在跑非常久 你可能要用第二个方案 我建议你干脆用什么 用那个GeneMotion这一个 不过这个GeneMotion在其他地方 跑都没问题 可是在我们这边会造成网路断线 所以在这边可能没办法 可是在也许你在自己电脑上面 或许可以用GeneMotion来跑跑看 那我觉得这个在一般的电脑跑还蛮顺畅的 它的好处是说呢 你只要把APK拖拉进那个GeneMotion里面 它会自动帮你安装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尤其是你已经就是之前写好的 或者是说你那个书里面的范例档 范例档里面都会有那个APK 你APK丢进去 它也可以直接帮你装好了 你可以先看一下大概的效果 OK 所以GeneMotion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还蛮不错的选项 那这些东西呢通通在这边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云端白板 后续的相关的东西 我当然有些已经预先放 因为前几个学期或者其他地方上课 那我run了很多年了 不过就是说呢 以前是用Eclipse 但是现在是用Android Studio 那可能我们这一次就会全面改版 那不过有些东西是旧的 那也不冲突啦 我发现其实都是相容的 那只是说有一些小地方稍微改一下 那你其实习惯之后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不同 那基本上跑起来啦 各方面 像上个礼拜我们是从那个Hello World开始 那今天的话呢 就要继续来看那个基本的界面的部分 那当然简单的多按钮 要不然就因你转公里 那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你要看我们最后做出来的画面 你可以从这个画面里面看 或者是说呢 底下也有程式嘛 比如说完成的画面 大概长这样子 那这个是以前Eclipse做的啦 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在那个Android Studio 要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该怎么做 程式嘛在云端上也有 那理论上当然第一个 先建一个专案 专案的话CH03 Multi Button 上面的话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呢 这边加一个Test View 不过特别注意 它预设的话是Relative Layout 那我们如果用Relative Layout 拉出这样的界面 可能会蛮辛苦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改成叫Linear Layout 所谓Linear Layout 就是线性的 以前是Relative是相对的关系 那那个Linear Layout是 它是线性的 就是从上到下的关系 或者从左到右的关系 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各位 先把那个环境先Run起来 第一个就是模拟器先可以看到 模拟器看到 第二个的话呢 把这个环境也Run起来 再来的话就是开一个新的专案 那个专案的名称的话呢 也许我们叫做CH03 第三张的这个Multi Button 那就是把相关需要的东西加上去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CH03 OK 试一下 放在第一个 当然这个我们分成第一个阶段 就是把这个做出来 但是它预设是那个 Relative Layout 要必须把它改一下 第二个就是我要需要放 这边有那个 就是一个Test View 不过这个Test View 可能你需要预设把字稍微放大一点点 字的话呢 大概放到 也许上面再加一个电话号码 预设是没有 没有这些字 那有时候当我打了123 它上面123会出现 当我按下清除的时候 当然你有可能几个功能 就是说可以把这三个字一起清掉 或者是说呢 这个清除是每按一下 清除一个字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 有不同的效果出现 那这个地方等一下 就分成两个部分 先把界面先做出来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界面 可能我们第一个 这个把它切到程式码好了 程式码里面 预设的话是Relative Layout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呢 请各位把它改成什么 所谓的那个Linear Layout 那要如何可以很快的把这些东西做完呢 当然第一个啦 你先在这边 new一个什么了 new一个Project 那这个Project也许我们是CH03 底线也许叫Mati 叫Button好了 底下这个Label 不要记得Example 它说你如果要上传那个Google Play 可能会有问题 那那个这个Project的Location 特别注意哦 我前面讲过你不要放在C碟 因为放C碟到时候就不见了 我是把它放D碟底下 那也许会有个Android Studio 或者Android Studio Project的资料夹 然后呢 它会有一个专案名称一样的资料夹 把它放进来 然后把它NAS一下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的专案是要Round在哪一些装置上面 当然我们就用那个用电话好了 其他当然如果说如果你有买那个穿戴式装置 你也可以Round Round看 尤其是比较新的版本 至少要4.4以后的版本 5.0以后的版本就可以了 不过前提你可能需要这些 或电视啦 或者是Android其他的东西 还有一个Glass 这个应该是Google的 这个眼镜 目前好像也没什么看到那个 市面上在卖 OK 那我们用那个电话部分NAS 那这边也是NAS 我们用预设的好了 这个空白的 然后 它一样会帮我产生一个 ActivityNet 就是我们的写程式的部分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 Activity的那个JavaDub OK 然后呢 Layout的部分呢 会产生一个ActivityMain.xml 就是用那个xml去做版型 然后我们的Title 看你那个Title需不需要变更 如果没有你就改 用预设的好了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些Menu Menu它预设会帮你产生 那看你需不需要 在平板上面Round 如果要的话 这个把它打过 它会帮你产生那个Fragment OK 如果不是的话 你用按Finish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会帮我产生一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建立之后的话呢 再来 我们就要建立 刚刚讲的那个 所谓的多按钮的画面 大概长这样子 那待会的话 你们可以玩玩看 不外乎就是把它放过来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 它预设是Relative 所以你要怎么样刚好放 总共会有这么多按钮 总共有12个加1个 然后特别说 你不能乱排 丢进去 那这个是Button 上面是一个TestView TestView先放上去 那我需要自放大 你稍微放大一点 颜色改成绿色的 底下的话呢 再放 总共会有 那个小的按钮 会有14个 再加一个大的按钮 你必须排一整齐 那当然你们可以试试看 里面不外乎 要怎么放 前面有讲过嘛 你开起来之后 对不对 它一定会先帮你做什么事呢 帮你把两个需要的 这个 一个是界面部分打开来 它预设应该是一个Design 当然有个Test是 背后的XML语法 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说呢 把那个 这个先做完 再写程式 所以两阶段嘛 那里面呢 我们需要哪 怎么样布局 你会发现 Layout指的就是它的版型 它这个版型需要怎么安排 里面其中会有 预设是Relative 但是呢 在这边有一个叫Linear Layout 各位可以看一下图示 Holironto是水平的 Vertical是垂直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用这个或这个 甚至你可以用Table Layout 那什么叫Table Layout 就是一个表格 也许你也可以用表格 反正在这边 你可以Try没关系 试试看 因为你要怎么排版 其实在那个Android的那个App里面 就是靠这些做排版 那有点像网页啦 以前网页你要把它做的 什么东西该放哪里 那你可以用Relative 但如果之前有上过课 我们之前是用Linear嘛 也许你可以改成别的啦 反正最重要就是把 我们要的这个 看到的画面 长得就像我们这个 就是刚刚秀的这个就可以了 那要怎么做 不外乎就是版型 再来就是需要什么 Test View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这个VG里面呢 一定会有什么呢 一定会有那个Test View 不过你会发现 它有大中小帮你分 看你要大的 所以你可以拖拉一个大的过来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再放那个 叫Button OK 那怎么放 反正你初期啊 你可以先把这个 假设你要放 你就把它拖拉过来 如果你不要 就把它Delete掉就可以了 那假如说 你留下一个Relative 如果说你今天要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大的字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拖拉 拖拉到哪里呢 拖拉到Relative里面 那底下如果还要再放一排 也许三个按钮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放一个水平的Linear 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Linear Layout底下 那里面的话要放什么 放三个按钮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再放三个按钮进去 一般是先放一个 再把它放大 不过你会发现 这边好像没更新 你可以知道 这边有个Refresh吧 就是重新更新一下 这边重新更新一下 让它跑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出现 那你可以先把这个Linear Layout 里面的字稍微加上去 按钮的话 其实我建议你可以先做一个版型 其他做一样的 那就可以再把它置装 我想这个部分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待会我们慢慢再来跟各位做解说 如何把这个快速的布局 好 好